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 位于休斯顿福尔这个区域的一套半定制房 这个房子的售价正好是100万美金 它有湖景又是一个小雕楼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房子一直给人的感觉是蛮好的那种 毕竟它是一个半定制的一个小豪宅 如果您对这样的小豪宅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微信观众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了 100万美金享受这样的小宅 然后它的这个外面是很好玩的 它是一个呼状的一个停车的Driway 所以才能停很多车 然后它这边呢有三车库 然后我们就先进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儿是个呼状的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房子是什么感觉 一打开门进来 先是这样的一个高条 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长廊 但是其实呢 它左手边先是有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套间 客人用的淋浴间 然后这边是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衣帽间 套间的衣帽间也是很大的 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中东人的房子 它这个套间的这个大理石台面啊 橱柜啊也全都升级过了 毕竟是百万的 上百万的房子 所以它升级就非常好 好我们真正的到了这个很漂亮的地方了 一直到这儿就到了非常漂亮的大客厅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厨房 这个厨房全都是升级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升级的很多的东西 包括像这个镶嵌式的冰箱 升级的大炉灶 升级的抽烟机 全都是升级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小的会客厅 然后会客厅的旁边呢 是一个副楼梯 其实我们从这边走呢 也能看得出来 这边还有一个dining room 但是房东没有把这个dining room 就放上凳子什么 他们可能利用率不是很高在这边 我们这样过来又到了它的中庭 还有它的这个长廊这边了 中庭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包括升级的室外的这个壁炉 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忘了 给大家拍了 就是它这个中庭的旁边 还有一个书房 这是去车库的 然后车库旁边是一个书房 书房的柜子是镶嵌在里面的 所以如果买了这个房子的话 这个书房的柜子是不会被搬走的 外面的中庭是这样子 全家都安装了这个镶嵌室音像 像这个们客人用的洗手间 也做得很漂亮 好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房子的主卧看一下 到了主卧的位置 它主卧的床旁边是没有窗户的 把窗户放在了这个边上 所以您看出去之后是很隐秘的 也能看得到湖景啊什么的 并且这个床旁边没有窗户 所以您睡觉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耀眼 这个设计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这有一个女主人化妆用的化妆台 所有的大理事台面啊什么的 都是升级过的非常的棒 然后再往里走就到了它的厨房的这个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是搭领一贯的风格 简约大气 两个大的倒台 然后男女分装的衣帽间 包括它还加装了这种乡亲式的橱柜 这全都是比较贵的一个设计 然后淋浴间加装了按摩的淋浴头 然后walking式的淋浴 然后门口是一个这样的独立浴缸 这全都是加装的一些设计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女士的衣帽间 女士的衣帽间带窗户 然后往前走 在这边就是一个男士的衣帽间 男士的衣帽间是不带窗户的 然后男士的衣帽间的开门再进来这边呢 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要是通出去的话 就通到了房间的另外一边了 另外一边就是客厅的另外一边 刚才我们是从客厅的那边进去的 现在通出来是从客厅的这边 然后这是一个车库的位置 我们再进来 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马桶间 其实这个房子当初建的时候是可以做两个马桶间的 但这个房东是没有选择 这就是一楼的主卧的感觉 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看 我们现在可以从副楼梯上二楼 二楼的地毯全都是升级的短毛地毯 一上了二楼之后就看到 哇 这个人要爱擦皮鞋 就看到了二楼的这样的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旁边是一个mini room 但是它的mini room也开窗户了 从mini room这边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阳台的 就直接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感觉 这个房子是一个瓦顶的 这种瓦顶是中身的 然后旁边就有壶 这样一个阳台 往这边走 有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那边这边就是一个客卧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一个套间 有领域间的一个套间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是卧室 这个卧室是有阳台的 但是这个阳台是个前阳台 我觉得用处可能不太大 好 我们再出来 就又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这又是另外一个套间 那这个套间一进来呢 这边是个洗手间 而且这个像主卧的洗手间一样 它是这样分开的 然后这边有一堵墙 然后里面 然后里面 这是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套间 说起来这个房间算是另外一个主卧吧 这样的设计 所以呢 楼上就是三个卧室 楼下就是两个卧室 我们从这儿 又可以看得到下面的这个走廊 这就是整个房子的感觉 好了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房子维修栓的什么地方吧 然后是一套在这样的一个 Forsher这个位置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正好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我视频里都没有体现说它是湖景 因为它正好在一个头的位置 然后整个这个湖是很漂亮的 结果它正好在个头上 所以我觉得它就位置有那么一丢丢尴尬 所以我不太会提它是湖景了 那这个房子的价格呢是100万美金 当然是在它这个社区当中 这个价格并不是非常的贵的 因为这个社区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这么多的湖啊水啊的 你就知道这个社区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先看一下 它正好在修顿的整体的是哪个位置呢 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我们也经常介绍过很多次了 这个地方就是Kitty的旁边 虽然这个社区不叫Kitty叫Forsher 但是它其实就是在南Kitty 学区特别好卖的最火的这个部分的旁边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定制豪宅还是很多的 很多人喜欢这个附近 我当时自己买房的时候也差点买在这里 但是当时没有我喜欢的那个户型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这个地方 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社区的 社区叫Cross Creek Ranch 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到很多地方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 到 Chinatown 到Chinatown是什么距离呢 看一下 这个房子到Chinatown是25分钟 但是堵车的时候要35分钟吧 就这样一个距离 它是一条直线就能到Chinatown挺方便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到Asiantown 到Kitty Mill吧 就是Kitty非常大的那个商场 因为我经常提这些地方 所以大家好多观众其实都知道 在这些地方住的一个范围了 那它到Asiantown是18分钟也非常近的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到 比方说到Uptown 市中心 很多人不在市中心上班 所以就不关心市中心 如果您很关心市中心的话 那它Uptown是33分钟的样子 如果堵车的话得40分钟 如果不走收费高速路 走下面的话 全市红绿灯就要最长57分钟 或者是走10号公路 也不收费最长42分钟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所在的位置了 欢迎关注Gitty收费地产房屏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